点击上方蓝色,现代于经典,即可关注我们,添加小编个人微信XDYJD2005,可思聊一中国人拼搏的动力是成为人上人,今天我们就来算一下,你成为人上人的几率有多大,先来看一些数据,材料来源之乎,一三,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,人物一共有500人左右,而三国时期中,国一共有2000多末人,也就是千分之一,仍然有两末人,也就是说三国时期名气最大的Top1,甚至Top1,明朝人写小说, 都不会提到你,二,中国大学,有教职人员,讲师,副教授,教授等,150多末人,其中Top1,就是1500人,差不多刚好是中国科学,任何中国工程院院是总数,换个角度,中国,每年毕业五莫名博士,而平选两院院是只有50人左右,差不多也是千分之一,三,根据招商银行和费恩公司,联合发布,2017中国资人财富报告,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一千末人民币以上的高净, 其实人群规模,为158末人,而中国有14亿人,差不多刚好是千分之一,也就是说中国资,Top1的人有1000,末可投资资产,如果想有1亿资产呢,至少一末分之一,才行,四,中国从事演艺,歌唱等事业的人员数以十末计,而稍微知名的演员和歌手,一共有多少人,能让人记住名字,经常露脸的,也就几百人,差不多刚好是千分之一, 演艺圈Top1的人,也就是刚刚混的脸熟,相很有名,至少一末分之一,才行,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,即便你已经成为现实中Top1的人,仍然会默默无闻,要像能成为公众演,比所谓的成功人士,至少要末分之一才行,总结,如果不出意外,每个人必将平凡,二,我,我们平时看到的事件和新闻,包括一夜暴富的,一夜成名的,彩票中奖的等等,基本都属误,这Top1,末分之一,是这座大金字塔最上面的一个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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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很多人和自媒体都是把偶尔当成必然去分析,他们为了实现商业目的,半复渲染,只要跟住他们混成功就可以来得很容易,不断误导大众,所以很多人都大大低估了这种所谓成功人士的稀缺程度,其实中国人最大克制之一,就是人人都不甘无平凡,人人都想成为金字塔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,哪怕是最底层最普通的人,也不断地想密集,这是一个很畸形的状态,绝大部分人都将人生的,希望压住人,也不断地想密集,这是一个很畸形的状态,绝大部分人都将人生的,希望� 在这莫芬之一的极其渺茫的几率中,这也就意味着,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就是一场豪赌,赌赢得几率很小,但是我们前仆后继,如同飞蛾出火,这就是很多人悲剧的开端,莫马奇货独木桥,一江功成莫苦哭,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很多中,国人奋斗大半辈子之后吧,现自己似乎很难成为那莫芬之一的人了,就开始把一切希望压在自己孩子身上,他们,哪怕是赌上全部身家性命,排除莫男,也要赌出一顿莫芬之一的, 原上人出来,也要培养出一个天才出来,不是他们千方百计的给孩子创造最好的条件,越普通的家常越可求能,培养出一个不凡的孩子,他们甚至把教育当成一种忍辱负重,这是一种补偿原理,所以,说很多人的内心从小就被种下了仇恨种子,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从小就埋下了伏笔,而很多家常,一旦发现这场豪赌,再次胜利无望,就开始焦躁不安,抱怨连连,他们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,听什么别人可以,我就不可以, 他们发现了,结果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,并没有反思,反而会加大自己的筹码,然,后还会可以给孩子,营造一个想象,让孩子坚信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,结果孩子长大后眼高手低,还以为自己是怀态补育,不断地遭受各种挫败感,永远都活在最现实的不满里,当孩子有了孩子之后,又开始重复这一轮回, 其实,苦难更容易被传承,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苦难,一切苦,难都来自乌自己,这也是中国人,没何总是满脸愁苦的根本原因,但,即便一切都已经明朗,大部分人仍然宁可自欺欺人,也不远意面对现实,宁可活在自己的妄想里,也不远意承认自己的平凡,在他们的意识里,仿佛成,认自己的平凡,就等乌成,认自己的失败, 看到别人的平凡,也会暗自取笑别人的失败,这真是一个荒唐又存在的逻辑,这就是中国人的可怜和可悲之处,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和平凡抗争,成为人上人是他们一生最核心的目标,他们被这个欲望压抑的苦不堪言,他们宁可证明别人的成功是偶然,也不远意面对自己的平凡,向上攀爬的过程中,他们甚至会不择手段,不守规则,互相采取,如果自己爬不上去,就多拉几个下来,他们只看到那莫分之一的所谓成功人士, 却看不到他们的付出,他们的成功往往也失息,生了巨大代价换回来的,如果这些代价落列出来,要撤退多少人,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些,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为自己努力的还不够,机遇还不到,终其一生都在围了逆袭,而做准备,他们压抑自私,互相提防,互相算计,生怕别人结束先登,生怕自己漫人一开,他们活着,怎能不压抑,自其实,非凡的逻辑很简单,一,成,认自己的平凡,好,寻找内心的安静,三,发现自己的部分, 但是觉大多数中国人都过不了第一关,他们几乎个个都自命不凡,如果一份人不能成,认自己的平凡,就无法发现自己的非凡,同样的道理,接纳孩子的平凡,才能发现孩子的非凡,这简直就是上帝造人最公平的逻辑,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,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自知的人,实在太少了,他们因为无法上位而焦躁不安,他们不停地抱怨,为何伦不到自己,最要命的是, 这让,他们都活在要成为人中笼泵的希望里,也因此,都丧失了从平凡,生活中绝取幸福的能力,真的,幸福不是一种结果,而是一种能力,如果一对人失去了这个能力,那才是人生最大的缺陷,必定痛苦终生,所以,中国幸福的人少之又少,各个,交道不安,这种心态也加剧自己的平凡,庸俗最后沦为平庸, 这就是绝大部分人的宿命来源,谁默然专栏